性感女神 钟丽提 经历三段婚姻 还在拼死态 钟丽提花五十万买了一件水晶裙 张伦硕知道后情绪失控 边怒吼边摔快撑 不想离婚就赶紧把裙子退掉 说完这句话甩手就走了 这是录制我最爱的女人们时 发生的一幕 她们之间的恩爱婚姻 真如我们表面看到的那么幸福 看完婆婆对钟丽提的态度 一切都明白了 在香港八十年代的时候 相信大家都觉得钟丽提 是一个超级大美女 而且在拳子里面 也有非常多的人脉和地位 而她之所以有这么高的颜值 是因为她爸爸是中国人 妈妈是越南人 因此钟丽提也算是一位混血 她从小在加拿大生活 父母教育友邦 聪明伶俐的她长大后 考入了魁北科大学的商业和市场系 1993年 她在朋友的建议和鼓励下 回到中国香港 参选了国际华裔小姐选美比赛 最后 她一举夺得了1993华裔小姐冠军的头衔 由此钟丽提走上了演艺之路 当上了一名演员 1994年钟丽提 推出自己的电影《猪女座人鱼传说》 在片中试验一位灵动可爱的美人鱼 此评一出 她迅速走红东南亚 钟丽提因此收获了一大批粉丝 通告更是街道手软 她也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演员 摇身一变成为了大明星 因为她火辣的风格 在1999年还被著名杂志 称平为了2000年度亚洲最美丽女性 不过虽然钟丽提在事业上顺风顺水 赚得盆满钵满 还拿下了无数奖项 但是她的感情之路却走得尤为坎坷 令人心疼 要知道她当年可是差点成了周星驰的老婆 钟丽提在某次采访中看见 在周星驰首办移民加拿大碰壁的事 她曾显露本人是加拿大籍 并自动提醒她想移民和我成婚就能够了 奈何心也没在意 当成了一句玩笑话 1995年25岁的钟丽提 与当时香港四大天王之一的郭富城 走到了一起 两人结识于音乐专辑 希腊之旅的拍摄现场 这对年轻的男女在工作中互生情愫 很快坠入了爱河 恋爱不久后便搬到一起 开启了同居生活 钟丽提为了爱情奋不顾身 不过令人惋惜的是 这段感情最后无疾而终了 尽管两人的恋情 在当时已经是人尽皆知 但直到两人分开的时候 双方也没有任何艺人当面出来 承认过他们的感情 事情过去多年后 在一档节目中 还是钟丽提的妈妈站出来 替女儿说出了事情 她激动地说 当年是郭富城玩弄了女儿的感情 还劈腿了朱音 1998年 她突然宣布 自己要退出娱乐圈的消息 一时间在圈内引起热议 原来她是要结婚了 钟丽提的账 是来自比利时的一个男人 为了更好地维持婚姻生活 钟丽提选择了放下自己蒸蒸 日上的事业 专心陪伴家庭 结婚后 两人搬回了加拿大生活 不久钟丽提就为她生下了大女儿 然而即便是为了男人放弃所有 这个男人也没有好好珍惜 两人的感情仅仅维持了一年 便潦草收场 在无可挽回的结局下 二人选择了离婚 在第一段情绪收场不久后 钟丽提就和一名男士一见如故 这位男士就是来自台湾的严征 她是一名非常有才华的音乐人 刘德华 肖亚轩都曾唱过她创作的音乐作品 2001年圣赞节 钟丽提答应了严征的追求 两人很快坠入爱河 然而外界却并不看好两人的感情 原因是严征虽然在圈中小有名气 但她本人却并没有什么稳定的收入 欲身价上亿的钟丽提毫不匹配 只能说是空有一身才华 所以因为这段感情 严征还被媒体称为软饭男 2004年钟丽提再一次为爱放弃失业 嫁给了严征 还为她生下了两个可爱的女儿 可是为了爱情放弃失业的她 再次被甩了 2011年有媒体拍到严征与美女同行 出入夜店场所 举止十分亲密 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 最后这段婚姻还是离离婚收场 好在经历两次失败婚姻的钟丽提 并没有失去对爱情的信心 2015年在湖北卫视的邀请下 钟丽提参加了一道明星恋爱综艺节目 在节目中 结识了小她12岁的男性张伦硕 张伦硕为了俘获女人的欢欣 无所不用其极 很多人都以为 这只是综艺节目的效果而已 但是后来随着节目结束 两个人真的在一起之后 又有非常多的网友开始质疑了 很多人认为 其实张伦硕 就是看中了钟丽提背后的资源 希望能够借着这个机会 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发展机会 要知道当时的张伦硕 只不过是一个18线小演员而已 根本就没有发展机会 但是自从张伦硕和钟丽提谈恋爱之后 两个人的生活 很快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张伦硕不仅搬进了豪华别墅 而且人生也迎来了高光时刻 钟丽提想尽办法 方南部获得更多节目的出镜机会 到如今 钟丽提和张伦硕的婚姻 也维持多年 除了爱情的甜蜜 两人更多要面对的是生活的琐碎 在一次亲子节目中 钟丽提问婆婆 如果我真的不能生孩子 怎么办 婆婆想了想 很认真的说 我会觉得非常的遗憾 因为我不可能不想要个孩子 因为这个世界 两人的婆媳关系一度变得紧张 虽然钟丽提已经有了三个女儿 但老公张伦硕是头昏 对于如今已经年过半百的钟丽提来说 就算能够生育 想必也会有极大的危险 而她却甘愿冒着这样的风险 一心想要帮丈夫生一个孩子 可见爱得有多深 在综艺节目《我最爱的女人们》中 钟丽提偷偷买了一件50万的水晶裙 张伦硕听后脸色大变 摔坏怒吼道不想离婚 就把裙子给推了 钟丽提委屈了低谷 我自己赚的钱 凭什么不能买 不过看到老公真的生气了 钟丽提还是很听话的 去商场将裙子给推了 后来张伦硕解释 她生气是因为觉得钟丽提太奢侈 50万都可以支付女儿一年的学费 这话很务实 买一条裙子确实奢侈 婚姻如人饮水冷暖自制 我们作为外人 不方便去谈论别人的私事 明星作为公众人物 还是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有什么事可以私下谈 没有必要飞在节目上 让对方难堪 另外 女人一定要有自己的事业和生活 不要为了一段感情而迷失自我